Hello,大家好,我是Nina,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那这周呢,我新收到了Cost的一些衣服 Cost的衣服比较简约 然后我这次选的衣服也都是黑白灰 大地色系的这种基础款 而且也没有什么logo 然后我想用Cost的衣服和我已有的衣服做一周 clean fit的穿搭 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吧 这件小背心穿上特别凉快 然后它的设计也很好 是一个细件袋 前面这个领口和后面的领口都是这种松紧袋 小背心是由两层非常薄的这种布做成的 非常的透气 但是是不透里面的衣服 它整体是这种A字的 很遮肉,很遮肚子 这次我给它搭配的就是Cost的这条 然后它上面有一些黑色的花纹 正好呼应了这件黑色的小背心 那裤子呢是稍微有一些长很宽的 像小个子的我穿起来稍微有一些压力 所以我穿了一双后地鞋 腰部呢它也是这种松紧的很舒服 我也是往上卷了一层 这样就可以缩短一下股腿的长度 肤子的面链很垂坠 而且它很有弹性 非常的舒服 上面还有这种褶皱 所以就有一些激励感 整体穿它我觉得还是蛮有质感的 它可以搭配这种黑色的裤子 颜色可能就稍微暗了一点 所以我在耳朵上戴了一个比较亮的珍珠耳环 能去提亮脸部 去年在COS買的这个编织帽 整体就比较有那种度假的风格 也很简单干净 裤嘴裤我还买了一条这种黑色的 然后这条裤子我觉得就非常万能 大什么都好穿 上衣呢我就还是搭配了一个小背心 外面套了一个盘款的小西服 整体看来非常的休闲 有很职业的那种感觉 西装还是很久以前 有一股U系列的那个西装 我觉得好看就一直没有 舍得把它淘汰掉 现在偶尔还是会拿出来穿 这件衬衫其实很多品牌都有出 然后COS这次的衬衫 它并不是一件很普通的衬衫 它在肘部还有腰部都有一些褶皱 这个褶皱会有一种很松弛的感觉 整个面料都是那种丝丝滑滑的 还挺嫌好的 蓝色的这个条味非常衬肤白 这衬衫我觉得也是蛮经典的 下面就搭配了一条牛仔裤 然后如果天气冷 外面也是可以搭一件白色的开衫的 我觉得夏天一定要有几条这种压麻的裤子 那这条白裤子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 它是压麻和绵混纺的 然后腰部是这种松紧的 前面还有一道 整体的裤型是非常休闲的 然后它比较偏宽偏长 所以我下面给它搭配了一双 透一点底的鞋 双双的比较显腿长 这条裤子虽然很轻薄 但是它并不透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底裤会透出来 我上面给它搭配了一件黑色的小背心 再加上无印良品的一个黑色的开衫 就整体看起来就是黑白灰 非常的干净 这身颜色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很难看 这件小背心是这种比较有弹性的 我买的是最小号 然后它上面有一条条白色的花纹 穿起来比较简单 觉得特别百搭 它配米色或者是白色灰色都好看 春末夏初的时候可以给它叠穿 我在外面给它搭配了一个毛衣开衫 因为我这边还比较凉 如果天气比较热的话 外面淘一件衬衫也是可以的 这身我就特意给它搭配了一个斑布包 穿一双burcon的鞋就特别的休闲 OK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大家喜欢奶舌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啦 拜拜